再來的話我們剛剛講的就是TIFF檔 TIFF檔大概先知道一下 那我們就逐一來完成 總共這邊有四個題目 四題然後我們逐一來看 所以第一題的話先開啟PSD01.01 然後再支1 將圖片的水管選起來 並且複製到這個 這個應該是背景吧 然後取一個名稱叫圖層1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注意邊緣不可有明顯的破綻 OK那什麼意思 主要是選取的技術 你不要說選得太好像狗肯的一樣 讓他看你這是合成的 所以最厲害的合成是讓人家看不出你是合成的 有沒有 看不出你是用PS的 OK那就是成功的這個合成技術了 那怎麼樣做 我想這個還是要揣摩一下 第一個我們要把它選起來 所以我們先開這兩張圖 一張是背景 就這一張 PSD01 支一的話是水管 然後把它選起來 選的話當然 我們前面講過啦 但比較 比較仔細的方法就是用套數慢慢選 可是問題你套數如果慢慢選的話 哇那你要選很久 可能它廢核Ctrl加放大有沒有 然後你這樣慢慢選 絕對可以選 而且它其實會自動去吸附 甚至有個什麼呢 這邊有個磁性套數 這個是沒有吸附功能 這個有吸附功能 可是問題啦 如果你知道慢慢選 可能要選很久 但慢慢出細火 那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可以用快速跟魔速棒 那不過前提是你的背景 要是同一個顏色 或者是接近的顏色 那看起來好像 這邊顏色跟這邊顏色 好像不一樣 不過你可以分幾次選 所以其實第一個 我的習慣是先試試看 用快速選舉看看 然後先點這一塊看看 然後再演 有耶 有沒有這一塊對不對 那因為它是加入模式 所以你再點這一塊 再把它加進來 有了 OK 那在這一塊 不過這一塊的話 因為它顏色 好像跟其他有點接近 我們踹踹看 有了 但是這邊OK 邊緣好像OK 但是這一塊卻被選進去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等一下再把它扣掉好了 那這一塊一樣 點看看 結果他把頭給選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再把它剪掉 剪掉的話就是按減號 這個不要 有沒有 但是這邊可能沒辦法100% 那怎麼辦 等一下再用那個套手選好了 OK 所以喔 所以如果多的話呢 你就用減去的 那如果你要再加的話呢 就再加 再把它加進來 好啦 這一塊好像沒辦法 所以我們大概已經把輪廓選起來 至少比我們慢慢選 應該快很多了啦 OK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呢 右邊還有一點點 這裡吧 這個 這個有OK嗎 點下去又跑到另外一邊去了 你看 好啦 算了 等一下自己慢慢選好了 OK 所以要再來怎麼樣 反轉一下 OK 好 反轉的話 因為剛剛選是選背景 那現在的話才是選到水管的主體 那剩下來就是你要慢工出細火的地方 就是他題目要求是不能看到破綻喔 所以你變成說你可能要慢慢由上往下 慢慢把剛剛沒選到的 一般建議是用Ctrl加 Ctrl加你就可以看到什麼 細節 放大來看 但你沒有放大你可能看不到細節啦 至於那個細節怎麼去改 一樣喔 我們用什麼用套索工具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套索工具就可以把 有沒有 我們現在選的是裡面 上面這個要加進來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改成加模式喔 這個一定要改喔 你不能沒改的話 差不多又重來了喔 所以你請你改成增加自選舉範圍這個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喔 每次都是這個地方沒選到 有沒有 記得要改一下啦 沒改你就按下去 哇整個又重來了 OK這個可 這個錯誤率非常非常高 OK 你只要有這個概念喔 應該就沒問題了 記得改成增加模式 那旁邊這個是減去 所以喔 你可以用這兩個模式 把一些細部的東西喔 給扣掉 這樣比較快喔 那怎麼怎麼增加 增加的話是由內而外 那減去由外而內 所以喔 我們就是 點那個喔 然後按Ctrl加 Ctrl加就放大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然後你就從裡面嘛 繞到外面去 那這個時候的話喔 就是盡可能的 保持那個 手 盡量 就是這樣繞一圈好了 好這個OK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大概做一下啦 因為這個 這個沒辦法做很細 另外的話 滑鼠可能要好一點 因為這個時候喔 你滑鼠如果很爛的時候喔 你會發現它亂抖 那自然會跟狗啃一樣 那如果你的滑鼠假設好的話 自然而然喔 像這邊好像就不OK 那怎麼辦 沒關係再把它扣掉 扣掉從外 有沒有 從外面 繞進來這一塊 這一塊多的好了 OK 把它扣掉 這邊再把它繞進來 OK喔 有沒有 這樣就把它去掉了 好啦 細部我大概先做個樣子喔 這一塊是要增加 所以再把它改成增加模式 然後由裡面繞出去 這樣子 OK 有沒有 這邊也是一樣 從裡面繞到外面 OK 因為這個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啦 所以我大概把它做一下樣子啦 然後底下的話 這邊應該OK了 再把它Ctrl-減 把它縮小看看 還有哪一些 好像這一塊吧 這一塊Ctrl-加一下 再放大 這一塊好像有漏掉 漏掉什麼 由裡面 再繞到外面 把那個水管 再把它選進來一點點 當然如果你要更完美 可能要Ctrl-加再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 放得越大 相對的細節越清楚 像這邊好像又選得不會很OK 所以再把它扣掉一點點好了 又繞太多了 OK 好啦 真的有點像狗啃的 算了 好啦 知道意思就好了 好 然後再把它縮小一下 Ctrl-減 Ctrl-減就看起來很OK了 好啦 細節 請各位自己花時間 你可以配合Ctrl-加 Ctrl-減 去放大縮小 並且配合 記得 先選大範圍 我用快速選取 小範圍用 套索 甚至你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磁性的 也是OK的 只是磁性有時候會 會幫你追蹤 尤其是很明顯的 但如果有些地方不明顯 變成它又不追蹤了 要追蹤錯誤 反而我的習慣 大概用套索好了 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因為像這些工具 主要是你要靈活 OK 不是說你一定固定哪個方法 好了之後的話 一樣 我們就 改成就是移動工具 然後Ctrl-C好了 把它複製之後 再到背景的地方 把它Ctrl-V貼上 就過來了 名稱叫圖層1 已經圖層1了 所以不用改了 OK 所以第一題就完成了 關鍵就是不可以 不可出現明顯破綻 那如果有就被扣分了 像這個考試就是 人工月券 也就是它會找那個 老師幫你看 然後所以它把它放大 老師放大 看 你這地方 有點不整齊 就給你扣一點分數 OK 接下來的話就是背景 第一個模糊 第二個飽和度降低 那至於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 我先把它這個圖層先關閉 因為主要針對這個 主要是針對 這可能要把它向下一點點 讓它看起來跟 這一張差不多 把它放下去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眼睛閉起來 再來的話針對背景 所以你點一下背景這個圖層 然後它做兩件事 第一個背景 把它變模糊 那模糊怎麼模糊呢 剛剛講 這裡的話其實有濾鏡 最常被用到就是模糊 就是模糊 這邊有很多模糊 模糊每個模糊都不一樣 最常被用到就是 高濕模糊 OK 高濕模糊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別的模糊 可不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沒關係 像甚至還有鏡頭模糊 反正 就是它只是模糊的效果 那可能有一些是 比較是屬於 線性的 有些是屬於 點狀的 有些不同的效果 你們都可以去試試看 其中比較常用的是 高濕模糊 高濕模糊大概多少強度 其實這個可能就是看一下圖啦 所以這個我大概試過 大概差不多 給它大概六個像素左右吧 OK 然後 至於其他細節的話 你們可以不妨再比對一下啦 好像沒那麼多 OK 好像又太過了 Ctrl-Z 如果太多的話 你就是在把它 復原之後的話 再把它 就是 濾鏡 記得 高濕模糊 至於其他的 這個模糊方式 記得點這個背景 才能 去做濾鏡的效果 濾鏡 然後高濕模糊 還是差不多五左右吧 OK 好啦 大概第一個 就用高濕模糊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要讓它什麼 飽和度降低 那飽和度怎麼讓它降低 看起來有點像冬天的感覺 因為現在好像太亮了 有點像夏天的感覺 那我們基本上如果要變更什麼 影像的 一些相關的 它的飽和度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從哪個地方找到呢 我印象中 可以從影像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 影像裡面的叫做 調整 調整裡面的話 因為它針對它的飽和 色相的飽和度 所以你就找到 色相飽和度這個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別的啦 其實你可以找找看 它還有自然飽和度 或者是 一些其他的效果 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都可以做出類似的 要把夏天的感覺 改成像冬天一樣的感覺 所以這裡我簡單先用這個 飽和度 理論上就是把飽和度降低 負的60左右 我大概踹過了 飽和度部分 你大概把它改成 負60左右 至於要怎麼調整 跟完成的圖檔很接近 那你們可以再針對像是 色相 或者是明亮度 再去做個調整 那細部的話 我就不特別去調了 因為 這個蠻花時間的 要完全一樣 還真的是蠻困難的 不過我大概 試過飽和度 負個60 有沒有發現 感覺就 本來有點像是夏天 現在感覺像 不只是冬天的 感覺快下雪的感覺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那再把剛剛的 這一個 Water打開來 那就是 可以看到了 再來還有這個 要讓它 這個水要流出來的 這感覺 那你會發現 這個不見了 因為它被它遮住了 有沒有 因為它在它的下面 所以它 被這個 水管給擋住了 所以把圖層1 向下拉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就出現了 OK 好那待會就是要 怎麼樣把它 往下刷 往下刷的話 方法很多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就是用那個 有那個所謂的 筆刷工具 有沒有 那筆刷工具裡面的話 最簡單的 其實就是這個 指尖工具 有點像你們 要拿一隻手指頭 然後去塗那個東西 塗什麼 塗一些乳液之類的 有沒有 乳液把它塗一塗 它就變形 所以喔 你可以用指尖工具 那指尖工具怎麼樣往下 你現在拉 奇怪 怎麼這樣子 太慢了對不對 所以Ctrl是一項 OK 那如果它多的話很簡單 上面不是有筆刷 它現在是多少 13個像素 太少了 80好了看看 可是80會太大 哇太大了 40好了 反正這個大小自己調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只是做個樣子 大概這樣喔 然後你把它往下刷 有沒有看到 水流下來了 水流下來了 好了 可是你切過來看喔 它這個 這邊很大對不對 這邊是變細 細細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先這邊 先給它大的 這邊 上面都是大的 然後到下面的話怎麼辦呢 你再把筆刷怎麼樣 再把它降低 降低到多少 20好了 可能要分漸進的吧 就是 40 然後再20 20完之後呢 可能還要再一個10好了 反正這個你們自己再去try啦 因為這個也是很花時間的 有沒有 再慢慢把它 尖尖的地方 再把它 弄出來 有沒有 就比較有感覺 有沒有像 歪掉 反正 有知道 可能大概這個 這個地方大概是 40左右 那這邊可能就20 那這邊可能就是10 甚至底下的話 可能就是把它改成5 之類的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就可以把這個 水的部分 讓它可以有剛剛 看到完成檔案的效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